以交代交辦事件 那請問你政府主義業務幹什麼 這種答覆是可以交代的嗎 難怪我們現在我們市政府裡面沒有人可以互相的兼顧 看為所欲為 所以以上這本期的夜請兩位參考的說明一下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陳江山 陳議員發言 我們郵翔要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我想本案其實這個 就是一個月兩萬多塊的一個臨時的一個人事權 我想我們處長也絕對有這個任命的潛力 那我們市長也有絕對絕對的一個潛力 那麼為了表示公平 要表示公開 所以才來集辦的這個考試 結果呢 表面上是一個公正 公平 事實上我們下面是在動手腳 這樣對民眾怎麼能夠來認同 對民眾如何啟信我們市政府 所做的各方面的各層的一個考試 當然我 我不是姑姑 我也不是女性 我沒有向他們有這方面的困擾 但是我的困擾 比他們更困擾 我不是國政 比他們更困擾 你們都有保留你們的名額 你們都有看要多少錢 我們都可以 你都可以可以幫上我們 就反正這種誤會 你看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過去想要來請我們 去光說公車處也好 去光說環保局也好 我們一例給他打回票 我們一例說市政府是公開的 市政府做事情絕對是公明透明的 結果這件事情出來以後 他們反而說 你講的公開 你講的透明 我們更不相信 你都是在騙我們的 我們的困擾變成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無法啟信於民眾 反過市政府如果在舉辦其他 其他的考試的時候 他們一樣要來找我們民意代表 來 關心 甚至來關說 我們季節的話 你都親愛公公 明明就可以有什麼不行 這就造成我們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也在這件事情 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徹底的把他這個事情 把他翻言清楚 讓民眾以後對我們市政府 才能夠有信任感 才能夠有信心 不然你們這樣做的時候 民意代表也無法對民眾 有很好的一個考慮 而且這影響也很好 很不好 所以本席在這邊 希望我們市政府這邊 還有政府處這邊 一定要把這些事情 來做一個完整的一個查清 一個完整的一個交代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陳佳生 陳遠 的發言 我們現在請 游翔耀 游議員 李美玲議員請坐準備 謝謝議長 游議員 我剛聽了一下 我們很多同仁的發言 我在想起聖經的一段故事 有一個女的被懷疑說 他不爭 很多人也給他丟死他 很多人給他丟死他 你順便我來講話 我來講 你差不多是吧 主席啊 他看來我講話 沒人整個地方說出去 北林他發言 他發言 他的發言 他的發言權 來 主席你順利我來講 我不會跟他家教 你順利我來講 我想我想我們尊重每一個議員的發言權好不好 我跟你講內容他要怎麼講只要不離題的話好不好 用列舉的我們我們就那個因為每個人性教不一樣 我們也無法說禁止好不好 不好意思尊重發言權但希望針對主題謝謝 不好意思我是議員我的發言是受到選民的感染 不是不是一個我們董事或是一個現場所有人的減染 我的發言對得不對好得不好是受到選民的感染 請各位當然大家哪邊比較清楚 好啊有一個男人人說他是不爭 我都給他牽著頭到尾後呢 牽到尾後呢牽到半四的時候呢 才有一個人說董事的那個人就是亞洲 他說你這樣牽著頭的時候 你這樣都不可以做全部的事情 我一直告訴我 發言這個案件 我們要用這個 緊急動議的方向拿出 那時候有感覺有點遺憾 本來我是要拿這個緊急動議 後來我當然發言 我要拿的緊急動議是什麼東西 對於我們造年國宅遭遭的事情 攸關民生問題 市民在於水生活之中 我要拿的緊急動議 有議員我們針對議題好不好 這是一通通相關 全部相關 環環相扣 但是呢 既然我們當然有人問這很重要 可以說 這個事情就是 這個事情就是 有關於市政府的行政單位 有可能行政書師 啊 目前呢 檢查單位也是大動作大動作 來出這種事情 我想呢 我們目前 我們在做每一個人 他偵查跟收證的能力 不會比檢調單位還強啊 還強啊 對不對 反而說來 我們議事當中 你承認一件事 你這件事 不可以用每天的報道做基礎 有些人說 有一個影響 一個咕咕啦 什麼男人的 什麼議員 這些東西啦 等等 甚至什麼高層指示嗎 這都不是我們在做任何人說出來 都是媒體的聲音 有意見 向媒體求證 有意見 我們說要抗議 轉移焦點 那你是不是懷疑媒體在轉移焦點 媒體介入 我想這個是可以釐清的啦 記者偵辦中的案子 我們讓檢調單位 最後一個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那就OK嘛 假如你有BCC 那個行政過程 事我有缺失 我們不是這個 這個很愛開專案報告嗎 開個專案報告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因為大家都不正義 不正義 說報紙說什麼 我說什麼 對不對 我也沒領報紙的薪水 報紙的薪水啊 對不對 有幾個叫盡信書 不如無書啦 台灣的報紙大家都知道啊 有時候對同一件事情 他們的看法都是難言北釋 我們都可以尊重 因為自由國家民主社會 民主社會 民主社會 我們現在就問說 政風術你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說實在啦 雖然政風術總是好朋友 但是我對政風術總是好朋友 沒什麼信心啊 沒什麼信心啊 當許財力市長在請假 柯水源副長代理的時候 搞到了文化基金四千多萬 政風術也說不是個所以然啊 也不是個所以然嗎 最愛的黃火牆 楊貴姐就死口吞 也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是認為 我有沒有關係 關你什麼事情啊小姐 你才當過大的時間 你把你東西當做你市政總之群 你才是當過時間 這還因為你打了 笑死人了 對不對 好我不跟你鬥嘴 我在花園 主席你處理一下好不好 他講話都沒有人吵他 他大得不得了 我們講話都沒有人吵他 我們休息五分鐘 導演們低估低估 好公斤 阿嬤 好公斤 好公你 一起坐 好公斤 不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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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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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是谁 而且是 感谢观看 这是 所以 感谢观看 他非常公平公開公正啊 那是不是未來的約聘僱也好啊 臨時也好 乾脆都舉辦考試啊 但是不要太過分 避免說你又來發生這種事情 人家在搞錢嗎 搞不不搞醒啊 都不要收錢 大家各憑本事來考試 不要再作弊了 不要再搞詐欺詐騙了 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相信啊 我們要一定要網窯補牢 要做錯了要改 相信上帝也會原諒 不用再到地獄走一趟了 就是這個就像我們佛家所講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以呢 那個什麼錯人改的話是最好的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請那個政風寺告訴我們 當處長 市長 針對人家所請脫的案件呢 他沒有報備的話 那他觸犯到什麼相關的法規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林美玲女議員的發言 我們現在請南民黃議員 詩世民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本案啊 為什麼本席會提醒你綜藝 那等一下我有幾個問題 要請這個處長還有市長 來針對 動議人的動議案啊來詳細說明 大家就知道他的嚴重性 該不該比什麼動議 第一個 基隆市啊 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發生過公務人員考制武器的 偷開考卷 史無前例 嚴不嚴重 為什麼過去都不會發生 偏偏在這個時候發生 這是什麼樣子 那麼本案啊 他的嚴重性 剛剛李議員提到了 涉及泄密 為什麼 媒體是第四權 跟我們民意代表一樣 都是在進行監督 但是媒體都非常的專業 他們的報導絕對是有所本的 既然偵查不公開 為什麼媒體 會有一些資料爆出來 一定有人提供資料 剛剛由於你的談話 我必須回應一下 我不是指媒體操弄 而是你們基隆市政府在操弄 故意提供資料給媒體做報導 要轉移焦點 是你們市政府不是媒體 偵查不公開 媒體怎麼會有 藍營市議員 關說施壓的資料呢 還支持女性 這不是泄密 什麼是泄密 這就是你們基隆市政府 企圖政治操作 轉移焦點 趁凱考卷 是議員能夠做得到嗎 議員頂住是關心拜託而已 我非常尊重媒體 我非常尊重媒體 這麼專業認真 比我們藝人還厲害 什麼消息都拿得到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媒體的地方 它是第四權 我再次的肯定媒體 報導這個事情 介入這個弊案 我特別啊 我特別啊 去了解一下 別的縣市啊 有沒有人敢這麼膽大妄圍 誒 剛好啊 105年8月 花蓮縣政府 原住民行政處 也發生了一樣的問題 篡改考卷 為了特定的考生 那這個案子啊 這裡是判決書 還有公務人員 懲罪委員會的議決書 都在這邊 我仔細看了內容啊 這個案子啊 總共啊起訴了 處長 課長 專員 還有考生 一樣違法 四人通通啊 處犯判刑法第216條 21條 2100條等罪權 以鬼兆文書的起訴 啊這個事情是觸定搭回來 課長跟專員啊 都說是 奉處長指示 所以觸定 扣定專案 考證都起訴 那我們看看我們本案 一樣 目前 只是啊 張勤團 張專員啊 被交保 這個部分 委託文書就 一定成立 那未來再發展下去啊 如果向上發展 可能啊 我們的地政事務所的主任啊 我們的都處長啊 我以這個案例啊 做標 做參考 這個科研 你敢這麼大嗎 他有必要嗎 他有必要嗎 更何況這個專員是 外縣市調來啦 根本沒有基隆有任何地緣關係啊 他有必要去幫這個特定考證 算考考卷嗎 他不知道這個嚴重性嗎 這個凸顯的 林市長你的內部管理出現的重大為師 所以我這邊 要很清楚的請議長 幫個忙 等一下我要親自問 請處長說明 這個案子 到底有沒有市議員官說 施壓 有沒有施壓 各位議員 我們有辦法跟市政府施壓人士嗎 大家都是議員 是可能嗎 還需要為他們辯解嗎 媒體這樣報導 對國民黨是重傷國民黨的形象 你必須清楚的講 有沒有藍營的市議員官說 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那沒有 還給國民黨個清白 不要轉移焦點 誰犯罪誰負責 最好只辦到這個 這個專員就好 去年的花蓮縣政府 案例就在這邊一模一樣 會特地考證篡改台案 假如公務人員的任用 可以用作弊的 林市長 你既來嫁人其中 插罵你了 行政院 約聘部人員 使用辦法第七條 很明確的指示 約聘人員的任用 要公平公正公開 用專業的人士 才能付到你市政的推動啊 你如果用這個作弊 那所有公務員都走後門 你說我們的市政會好嗎 市長言不嚴重 這是我第一個提醒你的 第二個問題 剛剛第一個問題 杜市長你要回答 有沒有市議員施壓 官說施壓喔 你必須講 第二個市長我要提醒你 你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 陣風處理在調查清楚啊 他一直把調查報告給他 再來就看你市長如何處理啊 你得諜諜 現在這個張錦傳專員啊 十萬交保啊 交保在法律程序上代表 罪案程度很高啊 你應該先暫停他的職務啊 你會有努力嗎 好 蘇處長更可愛 你說他是獨立機關 獨立報告中 你自己去辦的 你沒有督導的責任嗎 你是處長耶 你在安樂地震宿所 你有領導督導監督的責任耶 你不該負責嗎 市長 我認為處長也要做懲罰 最起碼要犯的什麼 督導不做嘛 你如果都不主分 那就是包庇 不要怕什麼等司法調查出來啊 我在建議市長你要這樣做 這樣才是政策的 不就在任務人家在包庇你知道嗎 你最好不要出力 你最好不要出力 媒體就可以 我就可以說市長包庇啊 換了這麼大的 閉案 市長你可以不住 你的日子可以講講嗎 以上兩點 請處長跟市長說明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 知識民議員發言 謝謝啊 謝謝啊 謝謝議員 我想 有關安樂地震事務所的測量員 測量助理員啊 申選部分啊 本席在這邊有我的看法 就是說啊 在這個全案啊 照說啊 測量助理員在過去啊 有立任首長啊 一般來說的話 都是啊 直接由地震處 或者是啊 由市長啊 直接來簽選啊 地震處處長啊 針對著這些專業人士啊 來推薦 然後市長啊 來征選 就可以啦 不需要啊 搞得那麼麻煩 還弄了一個公平公正 公開的一個考試啊 對外啊 來征選 然後我個人覺得很納悶 聽聽話 這案件 根據報導就是說啊 藍營 照說我綠營的話 我要健烈欣喜啊 既然是藍營啊 發生了這個啊 這個推薦啊 或者是啊 就是說有涉及啊 這個啊 這個拿那個履歷表啊 這個給相關單位啊 那我應該健烈欣喜啊 我在大會應該提出 緊急動議啊 或者是啊 我要 我們民進黨這邊啊 應該大家都會提出啊 反而我們沒有這樣做 我們有同志愛 我覺得就是說 很奇怪的就是說 參與這種案件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 就交由司法單位來 來辦理就好了啊 他已經啊 進入司法程序了啊 我們在議會這邊談啊 有什麼用啊 你 塞到你知道嗎 你越爛越吵 爛蹄塞你知道嗎 你把這個地方 沒帶沒錢 把他爛 爛爛爛吵啊 我想每一個民意代表啊 我想每一個民意代表啊 不論你做一次也好 做幾次也好 手頭上沒有履歷表啊 來為國取材啊 那個啊 那個民意代表才怪 我想在座的所有的民意代表也好 包括地方政府的首長也好 在座的一級主管或二級主管 我想多多少少都會有那些人情壓力 或者是啊 有一些人啊 就是說他覺得他個人很優秀啊 我就拜託一個啊 比較有關係的人來幫我做引介啊 這個是稀鬆平常 這個很平常 只要在這個 在這個啊 請託當中沒有對價關係啊 都OK啦 你介紹一個啊 很優秀的人 到某個當會來服務啊 那個只要沒有對價關係 你認為他 這個人才不錯 剛好可以啊 擔任這個職務 你來做推薦啊 很平常 包括我們在座的議員 我想包括甚至議長議長 都會有這種壓力 所以根本 這個不需要在這邊談的部分啊 為什麼要這樣拿迪賽啊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市長在第一時間啊 他做得很正確的決定啊 他馬上啊 就停止辦理啦 這個案子就馬上停止辦理啦 交給司法單位的司法單位那邊去處理啊 他們那邊會去查 會去查 那我們在這邊談啊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同志堅啊 要有一些同志愛 要有一些同志愛 很多事情未必要說 你一定要說哪一個人喔 你要當初是怎麼弄的 怎麼搞的 我想在這個權案當中 他本身有觸及法律的 有違法行為 違法亂制的 應該受到處問的 我想相關單位都會處問他 對於以上我們 洪森永 洪議員 謝議長 其實這個案子 從剛剛我們EUA同仁的口述當中 我們都知道 依照過去的慣例 其實這個的部分 直接在市長或處長上 就可以直接理解 可以直接理解 那麼這次市長跟處長 將這次的招考 用考試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夠公平公正 讓有才能的人能夠發揮所能 能夠為才適用 我想這個是好意 但是很不幸 這次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憑良心講 對於市府跟我們議會 造成市民朋友對於我們的觀感不佳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那麼今天我們議會同仁 又將這個案子 在議會殿堂上面 再提出來 等於是二次傷害 二次傷害的時候 不只是事物 當然我們議會也有 那如果認真的要來探討這件事情 要來認真的探討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回歸到19號 19號早上檢調搜索的時候 1點47分的時候 發布的新聞稿 因為當時早上才搜索 所以任何人都沒有約談 任何的資料都沒有取錢 所以那時候的媒體就直接講說 有可能是處長啦 或是更高層人的指示 那是因為在沒有製作筆錄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回歸看到20號早上凌晨的時候 經過所有的考生的一個筆錄 經過所有的資料 經過搜索裡面 然後約談相關的一些人 那就很清楚啦 那時候就是考生就直接講啦 他的姑姑是國民黨資深的議員 他的姑姑啊 這不是我們講的也不是市政府講的 這個是考生自己講的 他說他的姑姑是國民黨籍的資深議員 而且考生還坦承喔 他姑姑跟他講說 他可以獲得該項的職務 這個全部都是媒體寫的 這個全部都是媒體寫的 那所以說這個不是地政處講的 也不是我們一位同仁講的 所以本席一直希望說 這種事情已經進入到司法 我們就交給司法來處理 萬一司法下來 我們有相關的人員 我們要懲處要來要求 我們再來談 不然的話現在 全部的情況都還不明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 在這邊再來惡度傷害我們市府跟議會 我想是真的是非常的不應該啦 那麼本席在這裡還是希望說 而後這種事情還是不要再發生 我們還是一樣 請市府嚴格要求 底下底層的一些公務人員 在辦理相關業務的時候 應該要著手尊重 著手尊重 那麼以上呢 我本席是希望說這個案子 我們近代司法完了之後 我們再來要求市府提出相關的一些報告 以上 好我們現在請韓良奇韓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 這個案子很明顯沒有關說 為什麼說沒有關說 有關說的話市長就用批的 剛剛我們同仁講得很清楚 以前的市長都是直接批 如果關說成立的話 就批就好了嘛 考試就是不給人家關說嘛 所以很明顯的 完全是行政上的錯誤嘛 對不對 司法該有的調查 政風是該有的處分 剛剛本會的同仁講的都非常的道理 所以呢很明顯沒有關說 只有行政上的問題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 請我們地政處處長起來 針對我們議員的提問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呢 只會議座呢 關心呢 這個案子呢 那事實上呢 這個案子呢 是安得地政事務所 他的用途 那這個程序當中 我還是要感謝呢 張議員呢 那我個人的部分呢 我可能說 有一切以法行政呢 檔檔檔檔 那當時呢 高登有問題的時候呢 地政事務所主任報告的時候 馬上簽請 市長呢 那媒體報導的事項呢 我無權呢 作為評論 那我目前呢 我知道在調查階段呢 我不便呢 再多談這個案子 張報告 謝謝 聞點 等一下好不好 你不是還要請 針鋒處處長 請 針鋒處處長 謝謝市長各位做好 我想在針鋒處的部分 我想再一次做個報告 這個案子當時在開始徵選的時候 剛才我已經報告過 你有接到反應 就是說徵選會有不公的情形 所以當時我們就提醒了 那個地政事務所謂的 在徵選做的重要特點 那後來在徵選以後 發生狀況 發生這種情形 當時我們都立起啟動行政調查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我們也跟市長報告了 那那個 那個當時市長也馬上做採事 就是余宋給相關大會的處理 這個是相當明確 當時我們就已經做了處理 那至於 我們這個案子調查 我們針對我們本府事務的同仁 就剛剛韓英遠都講了 針對我們行動 我們啟動行動調查 針對我們市府的人員來做行政調查 我們發現這個狀況以後發現 因為在我們行政調查裡面 沒有辦法再做進一步的 譬如說 事件的部分 再進一步的話 那就 應該還是要就有刑事調查 比較能夠進一步的釐清 所以當時在市長那個 跟市長報告以後 我們就送給那個相關單位來處理 這個案子等司法偵查告一段落以後 我們自然會請動後續的行政責任檢討 我們向報告 好 我們先請 林美玲 李議員 南美華議員請做準備 處長你一直都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從我第一次問你到現在 我說處長跟市長都承認有人請脫官說了 那這個東西是要報備的 那他現在沒有報備 那不就違反了你們的這個行政相關的法規了嗎 你到現在還沒有給我回答 我們就說過嘛 對不對 你請脫也好 推薦也好都無關 不過呢 你既然壓力要很大嘛 所以呢 中央有一個非常棒的機制 就是怎麼樣 包括你餵證也好啊 那你就怎麼樣 你就去報告 那就沒事了嘛 後面就不是他的事情了 現在他有事情是因為 不是因為這個案子了 是他自己本身就不證了嘛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報告給你 他心裡有鬼啊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發生這個兩個 對不對 兩張這個特別特殊的履歷 聽說這兩張特殊的履歷 都是怎麼樣 都沒有證照 也沒有那個資格的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即使錄用了 那還是有問題啊 這個都不要說 對不對 這個就當做都不知道 問題是這兩張就放在他的抽屜 也放在他的抽屜嘛 那現在問題是說 他既然已經接受了這個請託 不管成不成他要報嘛 為什麼不報告呢 對不對 然後再來也是一樣嘛 你看我們不管藍色的議員也好 綠色執政黨的議員也好 都講了嘛 你自己都有權利去決定了嘛 我們都不會說話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行政首長的權限嘛 不管是你市長也好 你處長也好 都可以任用 自行任用 只要他是有專業的 只要他是有證照的 尤其這個特殊的 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可以依照他的喜好嘛 他的關係嘛 對不對 那個都沒有問題 我們也都不會說話 問題是你為什麼就要做一個 這個就是假裝的公開公平公正的考試 這個才出了問題嘛 好 你做一個這個考試也沒問題 你不要去篡改考卷嘛 對不對 你前面都沒有問題 你就是篡改考卷有問題嘛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其實很可憐你知道嗎 為什麼每次都是基層公務人員 要打起來 他敢嗎 他有這麼大嗎 對不對 他如果沒有後面的非常高的高人 給他壓力 他怎麼敢 對不對 那現在可憐的是 為什麼那些檢察官都不知道 不過這個檢察官真的還不錯啦 我們說實在的 因為本來這是屬於貪污的案件 他現在把它變成一個非常簡單 輕鬆的衛造文書而已啊 衛造文書的那個罪名很 那行責很低的 已經算不錯了啦 但是呢 雖然是不錯 可是基於我們監督的立場 跟廣大所有三十幾萬個基隆市民的立場 一定不敢玩嘛 對不對 哪可以這樣嘛 對不對 那更恨的一定是那些去陪考的考生 對不對 為什麼六個後來五個他已經知道了 我認為他應該已經知道 他連考都不去考了嘛 對不對 那另外的三個想說 我還去看看有沒有機會對不對 有沒有奇蹟發生 結果奇蹟沒有出現嘛 對不對 還是那兩個嘛 早就已經內定好的嘛 我認為這是 這個是比較有邏輯的 而且故事性的跟大家講 大概是這樣 那問題就在於說 不應該弄一個考試 假裝說很公平公開公正的這樣子 所以啊 這個就是市政府喔 我不知道到哪一個成績 就是要理直也要面子嘛 然後呢 就是一個詐騙集團嘛 對不對 把那個老百姓弄弄弄洗嘛 我相信給你履歷表的 一定不是只有藍色的議員 綠色的一定也有嘛 對不對 還有地方士生也一定有嘛 對不對 當然呢 我剛剛講的 跟你的民調很重要的媒體也一定有啊 其實我覺得這都無所謂啊 對不對 因為推薦人才嘛 只是你有肩膀啊 沒有要單起來嘛 你用就用啊 有什麼那個 他只要是有資格就用嘛 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兩個都沒有出價啦 對不對 沒有出價在哪裡用 這個才是連那個考試報名資格 連資格都不對了 還要讓他報名 還讓他考試 是因為這樣子人家才 才沒有一個人服嘛 如果他今天有證照有資格 對不對 他今天能力很強 對不對 背景又好又怎麼樣 誰會講話呢 所以在這邊喔 政風處長你還是要提嘛 處長跟市長到底犯了什麼法嘛 違反了這個沒有報 那他自己說的喔 那我沒有關係喔 對不對 我們看媒體報那個辦案啊 現在都是這樣啊 對不對 所有的檢調單位都看媒體辦案啊 對不對 我們也看媒體在監督市政啊 對不對 既然是這樣的話 自己都承認啊 對不對 啊我這個好多喔 我有很多那個履歷表啊 一堆啊 他自己講的啊 針對這個案子喔 針對地震處這個案子 既然這樣他有沒有報 沒有報啊 沒有報啊 沒有報的話 你應該講啊 觸犯什麼啊 如果沒有的話 他應該怎麼樣 你講給我們聽嘛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南米華來 我想我們 好 您請 請答覆 謝謝議長喔 我想我們在這邊講話 都要有所根據喔 剛為我們同仁說啊 那個李美玲議員說 我們這一次案件啊 這藍色有 綠色也有 我跟你講綠色沒有 我特別澄清 綠色沒有在這個案件裡面 通通沒有涉及 不要含沙色影 混淆視頻 謝謝 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會議詢問 好 我們現在請我們南米華來議員 謝謝主持喔 謝謝主持喔 我想 本席提這個 東議案啊 的重點 就是在 站在 維護議會的尊嚴的議長提出啊 我想 司法歸司法 行政歸行政 司法調查的部分啊 我們尊重司法調查 我們針對這麼大的 違法事件 你要如何做 人事上的處理 你一定要處理 你要怎麼市長要回答 那麼 我要提醒 蘇處長 你等一下 必須回答我的問題 到底 這個人事案 有沒有 應援或高層 施壓 我強調的是施壓官說 推薦一定有嘛 你自己都說有啦 市長也說有推薦啊 啊議員推薦也 下定下定的話啦 有沒有施壓官說 如果沒有爆發這個調查案件啊 大概你也不會用這麼惡毒的話 來傷害人家 我認為這對議員是很大的傷害喔 官說施壓 雖然指的是你的議員 可是我認為這是關係在整個議會的榮譽 你必須說清楚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就這麼簡單 這屬於行政程序上的詢問 你必須回答 這跟司法無關 所以議長 我再次的 這個發言啊 就是請處長 明確的 針對本案 在這裡明確的說 如果沒有 就還大家一個公道 媒體也希望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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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報導一下 本案啊 沒有議員官說施壓 平衡一下報導 不然有些民眾啊 就會被媒體的報導給誤導掉啦 我覺得 對本位的形象 傷害很大 那麼第二個 吳市長 你接下來要做行政指揮 這是你市長的職責 你必須處理的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仁 還有沒有人要發言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 我們還是請 我們地政處處長 補充說明 不惜 還有 現在議員跟男議員的關係 其實 剛才在談媒體 那我只能再嘗試 我沒有跟媒體做 任何的一個呢 闡述 或說 任何有人對我 做任何的事 我從來沒放棄的話 在這邊再做一個請求 我個人 做這樣的請求 請求 組長 我想 我們議員的質疑 不是只有這一個 你能不能尊重每一位發言的議員 對你提出的 請你解釋一下 其實呢 這個案情呢 是安德皮恩事務所 它是一個很符合體單位 它的用人 那這個整個用人呢 是由他上網去 所謂的招財 那這個整個過程呢 當然 整個過程呢 事實上 我不是很清楚 它的整個程序的過程 但是 我只知道 現在呢 這個案子呢 有很多 就是檢調單位 在調查當中 所以這個調查的東西呢 我也不便來這邊 來做任何的評論跟說明 我只能跟主席跟各位議員 說得很保險 好 我想 處長 你會答 好 我們現在請正風處處長 再做普通的說 謝謝長 各位議員說 正風處在這裡報告下 剛剛議員講到那個 就是請脫關說的部分 行政有定一個 行政員及所屬機關 請脫關說登陸查查 所謂規定 它在第三條裡面 所稱的請脫關說是指 不循法定程序 為本人或他人 對前點之規範對象 提出請求 且該請求有違反法律 隱約規則 或區域之旅的 所以它裡面有規定 那當然它裡面有說 不適用的規定 再來 如果說 受請脫關說沒有議登陸的話 我們經查證處時 我們會與 我們會議員 我們會與那個來處判 這部分 我們會到時候等這個 行事偵查 高一段落以後 我們就會來進行 那 至於這個案子 因為到這個案子 因為已經作廢 當時市長 當時才是這個案子 就沒有了 至於剛剛有提到說 至於報考的人員 至於是不是 有沒有證照 資格服不服 因為要看他的考試 他有沒有訂這些規定 這部分 我們當時並沒有 針對這個考試人 來做進行了解 我們想報告 政風處 你對所有事情都不了解 好 我們呂美玲 李議員 那個 那個 處長 政風處長 就建議你 就是不管你什麼時候要查 一定要查 這件事情一定要查 而且呢 因為這是屬於行政查查 跟那個司法的查查 其實是要一起同步進行的 好 那剛才我講的就是說 因為這兩張 被發現的這兩張特定 而且已經是錄取了這兩個人 第一個 你當然要去查他有沒有資格 第二個呢 因為他沒有資格 然後呢 他已經接受了 他們兩位已經接受來 他也說了 所以呢 就表示 他已經接受了 而且呢 已經放在他的這個裡面了 他不是說 啊我今天那個 既然接受我已經放下去 我就應該去通報 所以他沒有登記 沒有通報 所以呢 他已經違反了 這個辦法的規定了 所以你應該要去做 那這個跟你 你未來這個案子 有沒有成案 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要提醒你 拜託 不要把這兩件事情 混在一起 行政查查 跟司法的查處 是不一樣的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張董輝張議員 謝謝主席啊 謝謝主席啊 我想 蘇處長 今天我們開了半天的會 爭議的 本會的同仁 所要了解的 到底 本案 有沒有 我們同仁 去官說 施壓的 請跟本位一個公道 結果我看你一點破例都沒有 到底有沒有嘛 一個答案都沒有 有 烏薄 官說 官心 這不一樣 施壓 當然更不一樣 有沒有嘛 講清楚嘛 媒體 把議會 已經引設出來了 不管是姑姑也好 還是其他同仁也好 有沒有嘛 說清楚嘛 講明白嘛 好 我想我們還是請我們市長 市長 市長 你要不要起來說明一下 你講得比較清楚 我覺得他們 好 謝謝議長 各位議座 對這個案子有一個關心 我想剛剛包括我們政風處長 還有這個我們蘇處長 大概做了一個說明 我想這個案子 市府在處理的態度上是明確的 所以也如剛剛政風處長講 我們其實在第一時間 就做了處置 也移送相關單位來進行調查 那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對這個事件的一個態度 第一 依法辦理 第二 我們尊重司法的調查 第三 誤網誤眾 也就是說 只要有事實 我想我們絕不侵犯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事實 我想司法也會還給大家一個公道 我想這大概是我們對這個事情的一個態度 另外呢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司法的調查 其實我們也不會去詢問相關案情的一個狀況 以及進度也不可以 所以未來到底事實 真相是怎麼樣 應該是要近代司法的一個調查 結果 查清楚之後 再做相關的一個處置 那我想還是回到那句話 不往不走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仁 還有沒有人要發言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做成決議 別人 請 有沒有 請 市府確實依照金融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 約聘僱及臨時人員公開徵選要點 辦理新進人員禁用事宜 並請於司法程序告一段落後 將相關行政序 談報本會周知 這樣好嗎 好 沒意見 好 通過 好 我們現在還剩下十分鐘 我們是不是 好 我們提早休息 好不好 好 好 二十一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